他熟了一家就能自然下来才好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酱炒茄子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出酱炒来 红椒 这个最后成品料往上一撒 蒜往上一撒 就要这个颜色和这个味道 放上四克五克都可以 豆瓣姜 葱 梅梅葱 蒜 开碎 剁成米粒状或者黄豆粒大小的碎丁 看一下 这个青尖椒是配料 把这剃把去的别太大 这个地方去掉就行 剩下把稍微带点硬筋放里头可以的 一切两半 剃把为啥不去太大呀 这样的话让它相连 这是一种乡村菜的制作方法 茄子也是 这样 切上两刀 横的是一刀 过去呢 也叫马尾茄子 健卡马尾茄子 就是这样 放在这儿 这些油是多少 40克油 再加上 25克的猪大油 咱们把茄子下锅 开始煎 把这个鲜椒放到里面 现在呢 盖上盖 朋友们看啊 把这火调小小的 用这个火煎 煎 煎至两分钟啊 好了 一会儿见 我说的是两分钟啊 现在是一分钟 不会翻炒没事儿啊 不会翻炒 咱们可以呢 用筷子一根一根的 给它翻过来啊 看一下啊 好了 好了 少加量一点油啊 再少给上一点 别给多啊 就这些油 现在还是小火煎至两分钟 那么看一下啊 打开一看 看看这个 尖椒煎到什么程度了啊 哎 这儿呢 能看到啥吗 嗯 哎 这个 必须要这个程度啊 我再翻一下枣 哎 这样 看看 这两个尖椒 颜色也上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啊 朋友们 咱们看一下 嗯 有的朋友说 直接就把它呢 把酱下里 来个豆酱锅 可以的啊 咱们 这还是这么 焦一下这个锅 效果好 好 炒出香味 把酱下锅 汤入黄酒油 下入煮布料 现在我们往里加酱油 二喝一酱油啊 主要是放的是生抽 盖上盖 小火先耙制两分钟 然后呢 确定一下口味和颜色 然后再加上五至六分钟 把那个尖椒 颜色是现在是绿的 炖的有点八糊黄了 酥烂了 太好 咱们看一下 哎 有的朋友会问我 你往里加那是汤吗 算是煎茄子 那个油 和这个茄子那个汁 溢出那个汁啊 在碗里 我又给它倒回来了啊 现在看看啊 烧加不要加太多啊 这是青椒啊 烧至六分钟 盖上盖 焖至酥烂 突出酱香味 顾名酱塔茄子 好吗 看看 这个颜色 你就应该明白了啊 非常酥烂 如果你不反对的情况下啊 可以加上点鸡精 鸡精本身就有口啊 我调这个酱汁的时候 就把这个口啊 就给留出来了 你加上这个 甜到这正好 好了 现在呢 把这个蒜 葱 少有那么一点姜啊 这个不放香菜 把这个蒜 盖上 把火关掉 焖上 一分钟 就可以出勺了 看看 现在可以出勺啊 这个盘子呢 必须要这种盘子啊 能兜住 汤汁才好 看 好了 正宗的 黑龙姜的 家乡制作方法 乡村菜啊 看看 它熟了一家 就能肥炎下来才好啊 看看酥烂的程度啊 非常软烂 再看 这个椒啊 通常吃是这样吃啊 用这筷子嘴两下 二米饭 大米饭 和各种主食 都可以搭到一块 非常漂亮的啊 来一口 酥烂啊 酱香 都要酥酥酥的 太好了 好了 今天我们 酱炮茄子 这道菜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 各位观看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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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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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